小學生的小學生 又在說林峰的樣子有多啜 咦?經常聽說啜字是怎樣的? 是英文來的? 很多人都以為啜字是由英文字速演變而來的 但其實啜字是這樣寫的 很多人在拍照的時候 為了令自己更加上鏡而做出一些奇怪的表情 這樣就叫做啜了 就好像他這樣 原來是這樣 小學雞學校最近很多人用過 其實小學雞是小學生的貶稱 由於很多小學生都會在操場跑來跑去 在頂樓看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一班小雞 所以就叫做小學雞 而後來一些心智不成熟的人 經常說是非和搞事的人都會被叫為小學雞 原來這兩個字是這麼負面的 還要唯一用來讚人的 拍照不想被人畫錯樣 說話不想被人畫像小學雞 就拍著這兩個字吧 下次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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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再見